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开以极快的速度朝下方深入着 浑然忘记了自身所处的危险环境 他本意也只是想试验下虚无秘术的功效而已 一时兴起 结果越浅越深 等到反应过来之后 早已不知深入到多少丈的距离了 回过神来 杨开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 抬头仰望 只见到一线天般的光明 他哪敢怠慢 本能地想要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免得一个失误葬身在此地 那可就真成了笑话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却忽然有所差距 在那下方的某处 有一点荧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什么东西 杨开一边不断地施展着虚无 一边扭头朝下方望去 片刻后在那个位置处 又有一点荧光闪烁 杨开这才确定并非自己眼花 那里确实是有东西存在的 微微沉隐了一会儿 他再次施展瞬移朝下方潜入 不过这一次却让他很是惊讶 他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间 来到了冰崖的最底部 在这最深处 帝威和冰寒意境 绝对是能让一般的道元竞强者 瞬间致命的 甚至连道元三层竞强者 都无法深入到这里来 以前寇武就说过 碧玉宗内 宗主和四大护法都曾经来查探过冰崖 可惜无人能深入到崖底 不过虚无秘术 却让杨开有了短暂自保的能力 成功抵达这万年来无人问津之地 发光的位置距离自己并不算太远 杨开一边小心翼翼地移动位置 一边警惕四周 唯恐有什么杀机忽然降临 不大一会儿 他就来到了那光源传出之处 崖底的光线很昏暗 不过杨开也非一般人 所以牧力并不受什么影响 放眼望去 他不禁眼前一亮 在他面前不远处赫然生长了一株 冰花模样的异物 那冰花宛若真的由冰块雕草而成 浑身晶莹剔透不掺杂丝毫杂质 而在这株异物的顶处还结了三颗小巧的果子 果子不大 每一个都只有鸽蛋大小而已 看起来也是晶莹剔透 微微的光芒正从果实表面散发出来 让其看上去是那么的不真实 杨开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下意识地以为这并非什么灵花异果 而是真的由冰块雕草 可是很快他就知道自己想的不对了 因为空气中飘荡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那是灵国特有的香气 气息微凉 闻之让人神清气爽 这显然是一株真正的奇花异果 在这崖底的恐怖环境中 杨开根本不敢放出神念扫尸 可他依然能察觉到 这一株冰花和那三个冰果中 都蕴藏了极为强大的能量 若是修炼冰系力量的武者得到这玩意儿 不地于绝世宝物 他极有可能是因为这里的地危 和冰寒意境而诞生出来的 杨开心中很快有了猜测 而诞生在这种地方的奇花异果 价值之高几乎难以想象 因为他常年沉浸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之中 不管是花朵还是果肉内部 都必定蕴藏了地危和冰寒的意境 不管是用来炼丹还是吞服 都极有可能让武者领悟到 那位地尊敬强者的神通 无价之宝 杨开不禁有些呼吸急促起来 险些没能及时施展虚无 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稳住情绪之后 杨开这才蹲下身子 心念移动 不灭五星剑气运转起来 煞时间杨开的右手处 一片赤红的光芒包裹 那是火之剑气的威能 想要采摘这种宝物 不做点防范措施是不可能的 他所能想到的 唯有用火之剑气来克制 这奇花异果中的冰寒意境 不过他依然小却了 这玩意儿的恐怖之处 当他的手触及到冰花的井干的时候 赤红的火光竟微微一抖 险些当场熄灭 与此同时 那以炎月的冰寒 顺着手指就朝胳膊处蔓延过去 肉眼可见的 杨开的手臂处弥漫上一层霜肚 杨开大海想都没想 猛地低喝一声 龙化 伴随着一声高亢的龙吟之声 杨开背后 骤然浮现出一只金光灿灿的龙影 那龙影一闪而逝 而杨开的右臂也在一瞬间化为龙爪的模样 骗骗龙铃猙獰可步 他一把握住冰花 狠狠用力将其拔起 根本不敢继续在手上逗留 干脆利落地将其丢进了玄界珠内 下一刻 他用心感受起玄界珠内的情况 玄界珠内 一直在打坐的巨大法身 悠然睁开了眼睛 杨开的一缕分神 一直停留在法身体内 所以法身完全可以自由行动 宛若小山般的身躯站了起来 微微一晃 便从闭关之地消失不见 等到再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而此地正是杨开将冰花丢进来的位置 翠向雷绵不绝 玄界珠内 冰花所处之地 正在迅速变为一片洞土 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朝四周蔓延着 那冰花之中蕴藏的恐怖意境 甚至对玄界珠内的空间 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让那里的温度下降了些许 很快 方圆十里范围内 被一片冰层覆盖 直到这个时候 冰花带来的异常才逐渐平息 玄界珠内的法身 牙底的杨开都不禁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总算放下心来 无意间得到冰花这样的一宝 杨开心情大好 这东西对他确实无用 但却可以换取大量的修炼资源 尤其是他现在紧缺的元经 若是能行个不错的拍卖场 将那三枚冰果拿去拍卖 杨开估计自己短时间内 肯定无需为元经而发愁了 牙底不是九流之地 所以在入手冰花之后 杨开便准备撤离了 但就在这一时 一声尖锐的怪异思鸣 忽然在耳半边响起 紧接着一道匹链般的雪白光芒 忽然从不远处击舍而来 呼啸如奔雷 气势凌链 杨开眼帘一缩 一股莫大的危机感 从心中浮起 一瞬间从原地闪开 嗤 雪白的光芒打在空处 将地面雷出了巨大的沟壳 冰岩翻飞 威势害人 谁 杨开下意识地以为 是谁隐藏在这冰崖底部 偷袭自己 因为刚才那突然出现的一周 给他一种剑道秘术的感觉 而那雪白的光芒 分明是一种 饱含了冰寒意境的剑芒 不过话一出口 他就觉得有些不对了 这里是冰崖底部 自己是利用虚无秘术 作弊般地潜入下来的 若是真有人隐藏在此地的 那这人的实力该有多么恐怖 这样的强者对付自己还需要偷袭吗 所以他连忙朝攻击来源的地方望去 这一看顿时吓了一跳 前方又是一道雪白的剑芒 裹着洞彻心扉的寒冷意境迎面袭来 法则之力 蹦向四级 剑射虚空 猛不可挡 无法抵御 杨开心中一瞬间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再一次施展出圣仪 从原地闪开 在这压底 他要时刻注意四周地危 和冰寒意境的压制 保持着自身的虚无秘术 如此才不会被碾压致死 此刻又突然出现了这样狂暴的攻击 杨开应付起来着实有些手忙脚乱 避开对方的第二击之后 杨开这才忙里偷闲地朝攻击来源之地逛了过去 待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袭击自己之后 杨开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心中狂震 使声惊呼道 怎么可能 偷袭自己的并非是什么人 而是一只妖虫模样的存在 那妖虫看起来就如屎壳狼一般 背上厚厚的夹壳 原本应该是呈现出青绿色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压底 待的时间太长的缘故 让它整体都呈现出一种晶莹的雪白 石灵妖虫 不会吧 杨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石灵妖虫并非是星界的特产 在星域之中也有存在 所以杨开认得这种奇虫意志 石灵妖虫无物不实 但凡有点灵气的东西 都可以成为它们的食物 秘宝 宝甲 武者的肉身 圣经 等等等等 而且它们的啃食是无视防御的 甚至连威能巨大的上古禁制都能吞噬 故乡星界之中有这么一个传说 在某个修炼之星上 有一处上古封印之地 封印了一个凶残的存在 而正是一群石灵妖虫啃试了那上古封印的能量 才让那凶残的存在脱捆而出 让那修炼之星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死伤无数 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而已 是真是假 无从考量 可毕竟无风不起了 石灵妖虫的难缠之处 可见一本 好在这种东西成长得速度极慢 舞者们也都知道它们的危害性 所以一旦发现都会全力击杀 杨凯也是见过石灵妖虫 所以一眼就认出了 但是 他见过的石灵妖虫 不过是一群毛毛虫大小的家伙而已 根本无法对舞者造成什么危害 而眼前这只雪白的石灵妖虫 却足有两人之高 看起来威武凶壮 但是那凶恶的脉象 便给了杨凯极大的压力 妖虫魔体 杨凯脸色一沉 石灵妖虫 并非都是极为小巧的存在 它们的结构跟蚂蚁有些相似 在一群石灵妖虫当中 有这么一个母铁的存在 所有的石灵妖虫 都听从母铁的号令 眼前这一只 绝对就是妖虫的母铁了 最为离谱的是 这只雪白的妖虫母铁 身躯前段有两只大钳 其中一只大钳上 还凝聚了一柄 有能量幻化而成的利剑 闪烁着 盈盈白光 杨凯几乎看傻了眼 在这冰崖底部 忽然出现一只 如此巨大的妖虫母体 就已经足够匪夷所思了 而这妖虫母体 竟然还能自主地凝聚出 能量长剑 这是什么情况 而刚才那两招 一模一样的 见到秘术般的攻击 分明就是 这妖虫母体 斩击出来的了 饶氏杨凯见惯了 大风大浪 阅历不浅 一时间也觉得 有些脑袋不够用了 眼前所见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 他的常识 摧毁了他的认知 让他找不出 一个合理的解释来 石灵妖虫的灵智 是很低的 即便成长几万年 也不能进化到 懂得施展 剑道秘术的程度 可从刚才那两次 剑盲中 蕴藏的意境来看 他在剑道上的 秘术上的造诣 还不低 那两剑 绝对有着 大师级的风范 还有一点 让杨凯感觉疑惑 他隐隐觉得 那两剑 或者说 那一招剑道秘术 有些眼熟 就在他失神的时候 那幺虫母体 再一次高高举起了 前上的能量常见 两只小巧的眼珠子中 泛着森冷的白光 冷冷的凝视阳开 有一种人性化的蔑视 先及 四周的冰寒和法则 在那能量常见上隐上 白光乍现 剑盲横空而出 划破虚空 如游龙奔走 为疾身 阳开便呼吸一致 疾身所处之地 如被冰封 空间凝固 这是建议 一种至高至寒的建议 天地间游走的能量化为细小的冰针 朝阳开疯狂 惨射而来 雪 木然落下 阳开却 骇人惊呼 雪若倾天 他内心深处震撼得无以复加 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星界之中 见到了这一招 见到秘术 他可是深知 这一招秘术的强大之处 所以根本不敢犹豫 双手一推 无数道越刃就迎了出去 哄哄哄 寒冷的意境和空间之力 碰撞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声响 阵的整个冰崖都在摇晃 自然阳开对空间秘术的尊严 已经得到了一种 常人无法企及的程度 但他本身毕竟只是个 虚王三层镜的武者 而且在这冰崖底部的恶劣环境 对妖宠母体施展出来的剑道秘术 有着莫大的提升作用 所以两招秘术优异接触 月刃便轰然破碎 根本不是剑盲之敌 冰寒刺眼的剑盲撕裂阳开的抵抗 窒息他的面门 阳开呼吸一致 匆忙运转虚无秘术 让自身与虚空融合 无数道冰针和巨大的剑盲 穿过阳开所处之地 直接将他的虚无破开 阳开的透明身体重新显露 虽然因为将几身融合虚空 而避开了大多数的攻击 但那冰寒的意境 却是无法完全抵挡的 现出身形的阳开浑身冰凉 面色发紫 还不等他重新凝聚起精神 应付妖虫谋体 四周的地位和冰寒法则 已经压制了过来 慌得阳开连忙再一次施展虚无 避开那狂暴的杀机 不能再在这里逗留了 继续留下来 绝对死路一条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恋巅峰》 演唱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